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此牌本少并未随身携带的 没有令牌也敢自称是黑牌贵宾 老李 打下此子 雪曼 嗯 黑牌贵宾在总部具有记录 阁下只需激活通圆珠 一查便知 你到底是什么人 怎知通圆珠秘器 本少乃你万宝楼黑牌贵宾 知道此物理所当然 你若是怀疑 只需拿出秘器 本少输入气息验证不就行了 这 难道 还怕本少抢了你的秘器不成 诶 诶 这是何物 果然是同圆珠 前世万宝楼太上共作 曾给我办了过一张 连上官汐尔都不知道的匿名黑牌 此牌里应还在 请吧 我 王 王 王 阿嬷 这真的是黑牌啊 贵客历领我万宝龙 康某有失远鹰 还请恕罪 老朱大人 闭嘴 如此尊贵的客人 还我万宝龙竟不通知老夫 反而在此怠慢 该当何罪 这位贵客 先前是我万宝龙怠慢 还请您见谅 不知贵客有何要求 只需开口 便是灭了这些不长眼的狗东西 老夫也绝不包庇 楼主大人饶命啊 属下也是听了范侍从的命令行事 小人永远不是大人 冒犯了大人 还望大人饶了小人一条狗命啊 放肆 这 一点小事 康楼主无需在意 秦某是来做生意的 让他们都退下吧 乱糟糟地成何体统 多谢大人 多谢大人 贵客大人大量 康某敬佩 你们几个 还不快下去好好反省 是 是 你 去将我最顶级的茶叶拿来 是 二位贵客请坐 在下万宝楼中州城分楼楼主 康思统 不知贵宾尊姓大名 群臣 原来是陈少 康楼主一身真圆 凝神化形 怕是距离九天五地境 也不远了吧 不敢 陈少年纪轻轻 便是七阶巅峰五 将来成就 定轻松在老夫之上 陈少 此茶乃是百年雪山百产 产自五玉雪山之地 老夫也是想尽办法 才从上级手中得到一些 陈少 你尝尝 这两人来历不明 在这坑蒙拐骗 我万宝楼从来就没什么黑牌贵宾 抓住他 看他们到底有什么阴谋 诺文 这里面一定有误会 能有什么误会啊 拿下 是 看来我万宝楼大爷 原来有两下 可惜 小小八戒中情五王 这是招子 陈少 我们走 老头 急什么 区区下狱万宝楼管事 竟敢对本少都说 胆大包天 陈少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现在逃就来得行 在我万宝楼三 天王老子来着都得死 八戒后期 这下完了 这下完了 脱袭李公凤出手相助 无须多礼 拿下他们两个 我乃北天狱单阁圣子 你们谁敢动 单阁圣子 别说你只是北天狱单阁圣子 哪怕是五欲单阁圣子 在我万宝楼撒影 也难逃至此 是吗 我倒要看看 你万宝楼楼主 是不是也是这般口气 这是什么 破镜之眼 不好 是楼主大人的房间 小子 敢惊扰楼主 你找死 怎么回事 如此闹腾 楼主 楼主 万宝楼 以客为尊 你就是这么对待贵宾的 放肆 哼 若真是贵客 我万宝楼自然恭敬有加 不过阁下 你不怕吗 一个七阶巅峰 我万宝楼 竟能阻挡本座神念 好一个真贵客 这么说来 本少这个黑牌 贵宾 居然连 居然连万宝楼 贵客 都算不上了 什么黑牌白牌 什么 你是黑牌贵宾 黑牌贵宾极其珍贵 整个下思雨就没有此牌存在 你是如何知晓的 还真有 本少便是 又如何不知 那你可有令牌 到了东周狱 才是这天下强者众多 万丈高楼平地起 你一届散修 成就中期巅峰五花 何必妄自飞国 我身受暗急 这辈子 怕是止步于此了 走吧 去万宝楼 万宝楼 不是去中州承担阁吗 治疗你伤势的材料 只有万宝楼有 这里就是万宝楼啊 二位贵宾 是第一次来我万宝楼吧 万宝楼遍布大陆 无论功法 丹药 还是神兵 都应有尽有 不知道二位需要些什么 劳烦姑娘把你们楼主叫出来 楼主 不知这位公子找我家楼主合适 可有预约 告诉你们楼主 就说万宝楼黑牌贵宾到访 要与阁主谈一笔上亿上品真实的生意 公子里面请 我这就去通知楼主 请 这边 这边 阵少 你说的生意 生辟真实的生意 是真是假 咱不会被人打出去吧 看你紧张的淡定 你来这儿做什么 大人 有位公子说是万宝楼的黑牌贵宾 想和楼主 谈一桩上亿上品真实的生意 可笑 随楼主这么多年 我从未听过有什么黑牌贵宾 胡管事 范师从 到底什么人口气这么大 莫不是有什么骗子 来我万宝楼撒野 走吧 我倒要看看 什么人竟敢当我万宝楼行骗 贵客立临 有失远迎啊 不知二位来我万宝楼 要谈什么声音 我万宝楼遍布天舞大陆 别说一亿的声音 十亿也吃得下 此人是谁 本少说过要找你们楼主的吧 怎么 难道是看不起本少吗 阁下好大的口气 老夫乃万宝楼管事 在这没什么生意 是老夫谈不了的 本少要谈的生意 你做不了主 看来万宝楼是没这个成意了 告辞 站住 二位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来人 不管事 有何吩咐 嗯 会